国际疫苗又到货 来看波兰为了感谢台湾 去年捐赠100万片的口罩 今天看到的实际的支援前线来了 早上6点14分 那么赠送台湾40万剂的AZ疫苗 平安抵达 那么指挥官陈总会特别戴上了 感谢波兰字样的口罩 在记者会上表达我们的谢意 而另外台湾像COVAX平台 所自行购买的41.04万的AZ疫苗 同样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到台湾 而面对现在疫苗一个一个到货 指挥中心今天也松口了 那么就在第八轮 可可以优先施打AZ 不过打的是第二局 飞机缓慢使劲停机坪 机组人员卸下冷冻柜 博然捐赠我国40万剂AZ疫苗 5号早上6点14分顺利抵台 先前预计由货机运送 但却爆出机失染疫 甚至传出取消飞行 后来改派客机才终于顺利抵达 今天早上有波兰所提供 波兰政府所提供的40万剂的AZ疫苗 跟他们感谢这批的疫苗的到达 疫苗好消息不止这一桩 透过COVAX货配的41.04万剂AZ疫苗 5号下午3点52分抵达桃源国际机场 自购外加赠送疫苗陆续到货 成为围堵疫情最佳后援 至于波兰赠送的AZ疫苗 检验封间后也将开放施打 快马加鞭 立平十月底第一剂涵盖率达到六成 摊开国内目前施打情形 这次人口比来到48.35 人口涵盖率则有44.18 另外AZ第七轮预约 截至五号下午一点 多达一百二十三万九千多人 上网登记意愿 BNT也累积三百五十一万人勾选 全力冲刺扩大施打第一剂 但各界频频喊话决胜关键 其实在第二剂 希望AZ疫苗可以开放给第八轮预约 眼看Delta变异株来势汹汹 除了紧盯疫苗进货量之外 当务之急恐怕还是得加快接种计划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出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